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落实后 政府现在是紧定物价 避免出现涨价潮 内贸部长阿米詹今天发文稿表示 有10家公司因为坐地起价遭到调查 内贸部目前已经发出书面通知 传召10家分别来自运输业、建材业、餐饮业 以及机械租借业的企业问话 要他们解释涨价的原因 根据初步调查显示 有其中4家是已经成功申请到柴油补贴卡 却发布了商品和服务涨价的通告 部长因此警告所有商家不要趁机涨价 一旦被发现企业可面临50万令吉的罚款 而个人则会面对10万令吉的罚款 或者背叛坐牢最高三年 另外首相安华也提醒校车业者 不要浑水摸鱼调涨收费 因为他们都是柴油补贴的受贿者 安华警告如果被发现 相关业者将会受到严厉兑付 包括吊销他们的营运执照 获得补贴还涨价小心被吊销执照 首先安华金岛出席活动时就警告 国内的校车业者不要趁着政府落实 针对性柴油补贴就趁机调涨车资 否则将被严厉兑付 包括吊销营运执照 此外安华也透露有人曾建议他 可以在双西八甲周期补选后 才推行针对性柴油补贴计划 避免影响胜算 但他拒绝了 手下安华在刚刚的活动上重申 政府推行针对性柴油补贴的目的 是为了要避免让外籍人士和富人 继续受贿 对此前首相慕尤丁就炮轰 安华完全是一派无言 慕尤丁在面子书上发文表示 自从政府落实了针对性柴油补贴后 柴油的价格开始随着市场浮动 那么物价也在短短几天内上涨 导致一般民众现在也受到波及 慕尤丁举例 随着柴油涨价 拖车服务公司也因此提高了收费 就连黄瓜 辣椒 芹菜等等菜价也悄悄上涨 他质问 难道只有超级富豪的汽车会抛锚 穷人就不会吗 难道只有超级富豪需要吃蔬菜 穷人就不需要吃吗 因此慕尤丁就呼吁民众 不要相信安华说的物价不会因此上涨的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